歡迎收看這集的新聞大白話 我是采薇 那麼首先要來歡迎這個階段 加入我們的來賓 亞洲跟拍一哥 小葛 大家好 還有資深媒體人盛美姐 大家好 還有資深媒體人武漢哥 主持人好 觀眾朋友大家好 民進黨前立委亮哥 大家平安 好 這個階段 我首先還是要來談一下王立宏 我們來看一下最新進展是 被他牽扯出來的女明星 也紛紛都發文 徐若萱他發了什麼文呢 他又二度發文說 王立宏先生的婚姻事件 已經對他造成了極大的影響 他絕對沒有對不起他的先生 但是這一篇文章通篇 就被大家說怎麼怪怪的 其實李靖磊也完全沒有去點名是他 所以律師李怡貞就說 哪一個正常人會在這麼緊繃的時刻 去對號入座澄清呢 那麼這張照片就被挖出來了 所以很多網友就好奇 當時這個聚會陳建州 帶著他的老婆范瑋琪 王立宏怎麼沒有帶李靖磊呢 李靖磊在哪邊 那麼現在網友也挖出來 律若萱他的IG 似乎也泄露出了一些端倪 泄露出了一些心情 12月9號的時候 他在IG說 愛你是我此生最勇敢的事情 網友就很好奇 愛你先生 愛你兒子 這不是理所當然的事情嗎 何須勇敢呢 到底是愛誰呢 接下來看到12月14號 他貼了這張照片 然後底下就說 分享這事2000年假扮的專輯裡面 他和小提琴手 立宏老夫婦半吊子的手寫小故事 原來網友就說 你們其實已經認識至少21年了 你這邊叫立宏 怎麼這邊反而叫王立宏先生呢 是現在才來裝不熟嗎 然後結果被網友發現之後 這張照片馬上就刪除了 所以也被說是不是心裡有鬼 隔一天12月15號 他又發文說 有些人有些事 有時候不要說得太清楚 比較美好 比較開心 比較開心一點點 所以大家就說 那當時候 他跟王立宏到底有沒有這一段情呢 其實在康熙來了 大家也發現 許若萱她的選擇 唯一都是王立宏 我們來看一下這個片段 當然是立宏 所以杰倫跟立宏 一定要選一個 選什麼 一個要發生關係 這是二選一嗎 所以妳自己講吧 立宏好了啦 為什麼 比較沒事啊 媒體寫起來 看起來比較沒事 OK 寫到究竟人會比較慘對不對 來配合第一波主導歌 叫做柴米油鹽醬醋茶 是許若萱寫的詞嗎 是 所以許若萱也有鑰匙嗎 也有鑰匙 許若萱應該內拔是真的吧 可以打開一下 許若萱你應該有愛過他吧 他完全是你賽嗎 因為許若萱 以我對你的了解 他是你喜歡的類型 那麼除了許若萱之外 還有另外一位女明星 那就是團體白手的妹妹Yumi 那麼Yumi她被侵捨進來之後 她也馬上發文 甚至公司還提告 但是也馬上引發 這個李敬磊去回嗆 那麼她在2013年 王力宏官宣結婚的時候 她怎麼發文呢 她說她很傷心 而且她說到最後 人只會記住那一段相愛的時光 現在還被找出一支影片 當時她跟姐姐在拍影片的時候 她被問到說 如果那個叉叉叉叫你去婚禮 你會去嗎 然後就被網友找出來 那個叉叉叉的嘴型還有語氣 其實就是王叉紅 我們來看一下這個片段 如果那個叉叉叉叉叉叉 都有仔細讀了李靖蕾 接近5000次的控訴文 各位你們知道嗎 這個文章流量是23億 有人去找了資料 超過了哈利波特的這個瀏覽率 可能很多人是重複重複 去讀這篇文章 我用這篇文章裡面的一些細節 我們來看許若萱這件事情 我先強調 許若萱已經兩次發聲明了 但是他第二次聲明 說了一句話說 王力宏你趕快出來 不要讓你的事情波及有人 對不對 好 我絕對沒有對不起我先生 大家都記住了這件事 那請問李靖蕾 在文章裡面提的這一個人 他沒有說是許若萱 有一個人妻都有小孩了 卻經常要你跟他一起 騙他的老公 有沒有 然後還經常對你撒嬌 然後我因為知道你們之前的關係 所以這個聖誕的派對我就不想 他講的沒有那麼清楚 現在就是也不想去那個人家 也不想那個人來我們家 可是王力宏針對這個人妻 然後李靖蕾的抗議 王力宏是生氣的 他就說那要辦聖誕派對 我們就不要辦了 於是後面就有了 所以你寧願違規 你都要去他家 請問這個違規這些 大家都已經對照出來這個人 我強調Vivian 我沒有說是你 但是這裡面露了一個線 那他提到的這個人妻 三不五時都要王力宏 來騙他的老公 騙什麼呢 我沒有對不起我老公 是這樣嗎 我這樣子後面踩到紅線 我不知道 我只是覺得我們光是從評論的角度 看這件事 總覺得他有哪些貓膩 是這些公眾人物 沒有講出來的秘密 那為什麼大家三不五時去看 之前王力宏也好 或許若萱也好 他們接受訪問的時候 為什麼小S有這種直覺 這是每一個人都能判斷的 所以為什麼有些律師會說 許若萱你這兩次的聲明 其實是沒有解釋清楚 反而越描越黑 那是不是要李靖磊來說 可是李靖磊到目前為止 他沒有說是 但重點來了 他沒有說不是 所以這個留下了很多很多 大家想像的空間 這是第一件事情 那第二件事情 我真的就必須說 白兔的這個妹妹Yumi了 這個更妙是因為 他一開始也不是李靖磊爆料的 我必須強調 李靖磊沒有爆料這件事情 是網路上有人爆料 而且說是雙胞胎女團的閨蜜 好 記不記得 好 就開始講了 這個Yumi之前就跟王力宏 一個什麼關係 我就不用贅述 我相信你也讀了這個資料了 這個新聞一出來 跳腳的是兩個人 一個是白兔 一個就是王力宏 他們各自都已經發聲明說要告 當然王力宏的動作是激怒了李靖磊了 因為李靖磊不是在這個文章裡面提到了嗎 你都說了 也就表示他們兩個人其實是同意離婚了 離婚 那王力宏一定有給李靖磊一些承諾 包括都有我來說 不會去傷害到你們 但現在顯然是王力宏只顧了自己 他沒有去顧及到李靖磊的感受 才會讓李靖磊在最後這時間 丟住了一個盒子袋 但是我也要問 公眾人物 你們在做任何事情的時候 一定要經得起檢驗 Yumi第一時間先澄清對不對 說完那個照片是剪接之類 的確常常會有這樣的狀況 那個時候第一次的澄清 我相信很多的民眾會想說 因為有一些照片的確是以花接木 但第二次你很緊急的就說 我去報警了是不是 但又有網友說 你這個秀出來的這個報警的單子 怪怪的 有沒有 這一張怪怪的 我是不想辦案 因為我們真的不需要 對人家私人是已經好像去查到骨子裡 但是你所有的動作 你真的要經得起檢驗 那很多的民眾說 你這個單子上的號碼 這些都不像是正確的報案單 但是Yumi也許有他的說法 也許他覺得某些資料他不要秀 可是李靖磊都已經直接 講說請告訴我警方聯繫方式 我來提供證據 那你要先前提是你真的報警了嗎 你真的有這個單子嗎 還是說你現在是準備在進行法律訴訟 總之雖然王力宏事件 也涉及到其他的公眾人物 但是我認為我們標準一致 我們同樣去檢驗王力宏的時候 我們要檢驗這些被提到的人 可能很多人認為說這是私人的感情 可是你們都是公眾人物 你們過去說出來的東西跟現在表現出來 就是不一樣 你是不一樣的狀態之下 所以我們會不斷的去檢驗說 你到底說的是真的還是假的是不是 是 而且網友還點出一個問題 就說其實李靖磊他沒有點到徐若萱 那徐若萱他點又開了一個地圖砲 點王力宏 要叫王力宏出來說清楚 而且還有網友就說了 王力宏都不會幫自己老婆說話了 他怎麼會去幫徐若萱講話 小肯怎麼看 對 沒錯 其實我說 許若萱一樣對話入座 其實很多人都不知道一件事情 就是說 許若萱其實過去 他所交往對這樣的緋聞 剛剛好都是人家有另一半的 我記得在好幾年前 就是在香港的時候 有狗仔就獨家直接募集到 風流人開車去載許若萱 而且就在機場 兩個人是坐在前座 被閃光電閃電一下 他們兩個嚇到了 因為那個時候其實在傳聞的時候 我們就知道說許若萱好像 有聽到說他們兩個在交往 但那時候風流人跟誰在交往 你知道嗎 跟孟文衛 其實那時候才 準備要是分開的那段時間 就有這個耳聞說 這個男生好像是 移情別戀了 這個女孩子 就在聽到這個聽說而已 香港高台就拍到這樣的畫面 這是第一次 還有第二次就是 那個時候我還有拍過 也是許若萱是 他那時候在生日會的時候 他在希萊登辦派對 他找了一個人 他找了佑聖 那佑聖曾經有說過一句話 許若萱是我的女生 他在一個記者會的時候 他就說他喜歡的女性 是許若萱 那天沒有其他個明星 許若萱生日 佑聖就突然在這個地方 但是佑聖那個時候是有女朋友的 也就是說許若萱 其實他交往的對象都比較特別 而且他似乎有這種興趣 也不是說興趣 因為就是說有這種巧合 就是剛好都是有人有 有另一半的時候 那他就是剛好就在旁邊是一朵花 因為許若萱你長得那麼漂亮 名氣又夠大 而且你出去的時候 哪一個卡可以比過你 除了王立宏跟你比起明星座以外 旁邊所有人就看到 就是順利許若萱而已 對啊 是 那順利許若萱怎麼看 王立宏到底會不會出來 幫許若萱講清楚 當然不可能幫許若萱講清楚 因為光是李敬蕾的事情 他都講不清楚了 如果你這時候出來 只是為了許若萱的話 我相信第二顆核子彈 絕對會炸開來 那接下來就是王立宏 要怎麼樣去解決 現在這樣的狀況 因為連王爸爸都被大家批評了 顯然就是這個火已經燒到 王家的家族升上去了 那所以他要怎麼樣去面對 我覺得這比較重要 反而我個人認為是 許若萱恐怕要面對的是 他為什麼要再三說 我沒有對不起我先生 我想各位應該都知道 我們都有另外一半 如果你的先生完全相信你 或支持你 他也不需要這麼著急 所以恐怕這個事件 對他來說 我們必須也要持平一點 拉回來好了 就是許若萱他喜歡撒嬌 他又很可愛 我相信在這個音樂圈 或者娛樂圈裡面 這些天王級的藝人 真的是還滿喜歡這一朵 捷雨花 但是是什麼樣的 也許是心心相惜的關係 但是可能對於他們的 另外一半來說 可能不是這樣的狀況 不過許若萱絕對不是王立宏 必須及時面對的那顆炸彈 他要面對的恐怕就是 你到底三點都過了對不對 你到底要不要出來說句話 或表個態 或至少發一個聲明 我認為會 我認為會 只是你千萬千萬 不要這個聲明出來 有第二顆的核子彈 我認為這個機率比較高 是 那小可問一下 既然這個 剛剛提到 許若萱跟王立宏 其實他們已經真的認識很久了 那難道都沒有被拍到過 他們可能關係比較好 一起出去什麼等等的 目前好像也真的沒有拍到說 但只有就是 也是有人爆料說 是許若萱的鄰居說 有常常看到立宏 但許若萱才會解釋說 鄰居誤會了 今年只來過兩次 他們是好朋友 我們一直都知道 但是許若萱其實我拍過他幾次 這都滿特別的 這不是我要爆料 這真的只有拍過 也就曝光過 有一回是滿好笑的事情是 許若萱有一次 就是坐著他們家的坐車 帶來幾個日本男生 快到了北投去 北投幹嘛 就是泡溫泉 對 那個時候我就帶了一個 我叫蔡典的狗仔 就跟我一起去 他就跟的時候 我們那個時候是查最後一步 男生拿到鑰匙之後 兩個人 就是他們我記得三個人 總共四個人 其中有一個 包括許若萱四個人 對 包括許若萱四個人 有兩個人在一間 其實一個男生跟許若萱 在最後一個進去 進去溫泉的屋子的時候 我們是跟在後面 當時許若萱就騎了 好像有狗仔 所以我那個時候就先退回來 我是比較遠拍 我就坐在那個大廳的椅子上 我看報紙 當作不知道 我走進去白帶的地方 發現我們的菜鳥狗仔 看到許若萱 就很緊張 就發抖 你知道嗎 發抖 他發抖 發抖之後就跑回來 就坐在我對面 我說你不要裝作不要認識我 你就裝作不認識我 結果許若萱不進去了 許若萱坐在我們旁邊 就很近就直接坐我們旁邊 於是他看我手上有手機是我的 他竟然拿起我的手機 就直接翻了裡面的照片 翻了照片之後 他做了一件事情 他拿我的手機裡面 自拍了一張 對 他說我這張照片給你 這也是滿挑釁的 對 但是他就跟我講說 你們可不可以不要這麼寫 不要這麼寫 因為那個時候剛好他在大陸 有一些風聲就是跟日本的關係 就是日本的立場 就是兩岸的一個 政治對的一個問題 所以那個時候他在日本的時候 其實很敏感 而又是在泡溫泉 所以那個時候他就說 我們就是能不能不要寫到這個東西 你們要什麼 你跟我說 但不要寫到這個 所以我覺得許若萱其實 等一下我插個嘴 因為我身為你的主管 我怎麼不知道這一段 那你怎麼能讓 許若萱把手機搶去 還在你面前拍了張照片 你有沒有答應他 我有留著 我說你有沒有答應他不寫 我們還是有做 但是就是沒有寫 日本人泡溫泉這件事情 是不是 對狗仔都有這個能耐了 是不是 你怎麼能讓他這樣 沈美姐 出門在外要交朋友 你跟許若萱交朋友 不是 我不是跟許若萱交朋友 你許若萱這個很想 每個男生都想跟他交朋友 對 真的 所以各位你就知道答案了 我連狗仔都沒辦法 你看 那最後知道那幾個 日本男生是誰嗎 不知道 因為其實許若萱他有蠻強的魔力 因為你已經拿到那張照片 對 他其實有蠻強的魔力 就是說對於男人就是說 因為我也覺得他那個時候 因為他講話就有點嗲嗲的 他有點傻嬌傻嬌 其實那時候我本來一開始 不承認我是狗仔 他已經坐下來 已經問我們是哪一家的 但是你知道那個菜鳥狗仔 一直看著我 他不知道該怎麼辦 後來看著我 我不得就不認 我就整個翻線 然後說對不起 我們是某某報社 就是打擾一下 我們沒有要侵犯的意思 對 他說你們這樣子 會嚇到我的朋友 當時只差一步 因為我們也不知道 他到底要不要進去堂屋 這件事情許若萱應該自己 很有印象 對 所以就是小鵬哥 你也被說服了 最後那四個日本人 你也不知道是誰 對 沒有拍到 是帥哥嗎 你看王力宏他就拍得到 對 許若萱他就沒轍 而且也差最後一步 所以最後你們的新聞方向 怎麼顯 文件的方向是顯單純 他就帶一些友人去泡湯 但是我們並沒有提到說 他跟他一起去堂屋 真的好友善 所以聖美姐我們就要來問 你看連許若萱講幾句話 他就可以把整個新聞 這樣子平息下來 你應該有看過他更厲害的招數吧 應該這樣說 就是我不知道各位 如果你直接跟許若萱面對面的話 為什麼我們那個菜鳥狗仔 會很緊張 他的眼睛好有電 而且水汪汪的 所以不好拍 不好拍的原因是因為他畢竟 進入演藝圈真的滿久的 我還記得過去我們很長時間 都是拍他 有一段時間他滿常 做一些公益活動 比如說他會整理一些二手衣 然後這個二手衣 他會做一些藝賣 然後去幫助一些弱勢的人 這一段我們那個時候還常常拍 所以他不好拍 是因為他有警覺性 所以常常是被他識破的狀態 然後他的經紀人 也會跟我們溝通說 那就類似小葛這樣的狀況 就是說能不能就說不要拍了 或者是其實我們這個是在做 慈善活動之類 希望達到他想宣傳的目的 類似這樣 不過我要強調就是說 基本上要在我這裡 告訴我說不要坐 或者是搶我手機 是比較難的 了解 但是徐若萱的魔力 可以達到那個難度 很厲害 稍後我們回過頭就要來問 那包含王力宏 還有其他他周邊那一些 歌王好朋友等等 有沒有被拍到 然後一樣就是沒有被爆出來的 其實我們就 我前幾天有講過就是 通常就是 這種事情發生的時候 你沒有結婚沒什麼事情 你一結婚那真的是 那女生如果跟你離婚 什麼都拿不到的話 他就連命都不要了 他連命不要的話 他什麼都不怕 所以我說真的 一開始就是陶哲 陶哲完以後就是羅志祥 羅志祥還算好的 因為羅志祥他本身的形象 是很愛交朋友 跟女生的勾肩搭配 但王力宏你不一樣 你是優質偶像 你是一個女生的斷 這種斷圓體 對 你是沒有 絕圓體 絕圓體 對 絕圓體 對不起 他是個絕圓體 我們覺得說他形象特別好 怎麼會做出這樣的事情 當然圈內也是有這樣的例子 就曾經就是 有一個很大牌的明星 也是一樣 剛好都唱片線的 怎麼會那麼巧 就是唱片線的一個男星 他就是在酒店喝酒 結果就把這個女孩子帶了出去 沒想到發生的事情之後 竟然這個女孩子 真的就中獎了 肚子就大了起來 肚子大了起來 當時要 一定是要就是 賺養費 或是索賠或是墮胎 沒想到那個男星 完全是置之不理 就當天那個晚上是好好的 好像男女朋友一樣 可能還說了我愛你 但是明天隔天之後 我根本不認識你 我們就完全不熟這樣子 所以那個時候 那個女生的朋友 就來跟我報料這件事情 那個男星是剛剛有出現在 我們講的那張照片上面的嗎 除了周董沒事之外 其他那幾個人的其中之一嗎 你這樣太用力了 等一下 我們這樣講 就是說 但是這件事情 其實有一個巧合點就是 當時我通到這個線報之後 我還沒有報 因為我們還沒有證據照片 那女孩子還沒出來想願意講 那個時候她剛好有簽唱會 結果就被揍了 就被揍了 揍完之後 我又收到一個電話說 她沒有處理好 而且私下的和解 好像就有點明顯了 這條人物也很厲害 她最後玩不在台灣玩 她去哪裡玩 去大陸玩 她說大陸玩的時候 找誰一起玩 找官二代玩 你知道嗎 在大陸 官二代是絕對不能碰的 政商民流只要是 跟官員關係不能碰 一碰 禮息之間 企業會沒有 人可能也不保 可能會被抓走 所以我們看到 他跟官二代在一起的時候 我們是相機連拿都不敢拿 連跟都不敢跟 我有一回陣子就跟他 就被旁邊的狗仔拉住 因為我不懂他們風處民行 就被拉走 他們說你這次先不要拍 你不要被發現 我就回到校長的時候握一手 他說剛剛那幾個人 是誰誰誰的兒子 對 不能得罪 原來真的是非常的精彩 下一段我們持續要來聊一下 王力宏回跟精彩 先去廣告之後回來 這兩天大家就發明了兩個新名詞 其實也不是新名詞 舊名詞新解釋 叫做雷神之錘對上洪荒之力 雷是誰 李敬蕾 李敬蕾之錘 一錘又一錘的錘出了真相 但是對照的王力宏 很慌張洪荒之力 所以現在王力宏當然恐怕覺得說 這個苗頭不對 再這樣下去 李敬蕾沒有要收手的意思 他手上不知道握有多少的證據 所以其實你看看 十月十九號的時候 晚上的十一點鐘 昨天王力宏PO文 他就說他五年八個月都是活在 什麼恐懼勒索威脅之下 什麼已經毀了我 不要再影響孩子 求求你讓我見孩子一面之類的 然後李敬蕾立刻秀出來說 我昨天就打了五通電話給你在這邊 五通電話你也沒有要接 那請問你到底是誰真誰假 所以他就再爆出來說 你有這種什麼姓陳穎 自戀性的這種人格 反正現在在李敬蕾的後續爆料之後 這樣王力宏認輸了 認輸認錯 然後今天王力宏就說 我不再做任何的辯解 暫時的退出了娛樂圈 可是這兩天你可以看到 所有的新聞版面 真的都是被王力宏的事件給碾壓了 其實這已經是反映出來 大家對於這個年底爆發這個事件 其實最讓大家震驚的是 很多人也許這二十多年來都覺得 他們相信的是一個優質偶像的一個形象 真的沒有想到說 幻滅是來得這麼的殘酷 這邊可以看得出來 網路溫度計今天跑出來最新的一個關鍵字 李敬蕾之外你可以看到什麼道歉 支持加油勇敢雷神相關的詞 這是大家對於他現在非常深刻又鮮明的一個印象 說實話其實包含了我 我們之前對於李敬蕾的感覺就是都是笑咪咪 然後是王力宏身旁的那一個好像沒有聲音的一個角色 可是現在出來之後 我個人覺得李敬蕾應該可以從政了 可以來選一下這個台北市長 他不當狗仔隊真的是浪費了 我覺得他很厲害 他現在完全是一個正義的化身 特別是這兩天非常多的女性都有共鳴 覺得說李敬蕾講出了一個女生 女性 或者是說在婚姻裡面遭受到跟他同樣狀況的人 都有一所共鳴 所以其實包含像是我們剛剛看到王力宏的詞 不再是那種什麼優質偶像什麼陽光男孩那一類的詞在身旁 而反而是我們可以回到剛剛那一章 反而是那些比較負面的詞 比方招什麼約什麼劈腿 然後約什麼切割羞辱出軌之類的婚變 都已經變成了王力宏新的一些關鍵字 那在這邊我們來看一下 甚至連四大公投都已經是被蓋過去的一種狀況 你看看下面這條線是王力宏的相關討論 從之前15號報出來 其實都跟公投有很大的差距 但是今天扶搖直上直接是超越了公投了 因為現在大家感覺好像這個戲 已經演到了一個重頭戲高潮點了 到底真相是什麼 現在到底王力宏這個道歉能不能夠止血 所以我們來看一下今天的這個聲量 當然是我們請網路溫度計 提供給我們到今天11點 你可以看到又衝了一波的高峰 所以其實現在大家真的很多天 都沒有好好睡覺了 很多天都在追這一個事情 為什麼大家的關注度那麼高 就是因為我們今年以來 真的太多人經歷到幻滅的一種感受了 來問一下小哥 真的是 因為我說真的 力宏你剛剛記得發表這個文章 你說你在五年八個月的時間 我活在這恐懼 勒索和威脅之下 你已經毀了我不要影響孩子 你還拿孩子當擋箭牌 那我告訴你你是五年八個月 不好意思 李敬蕾是整整的八年 怎麼說 因為其實在我的角度裡面 我一直認為 2012年那時候我們派到他 著記的時候 雖然沒有寫王力宏這三個字 但是優質偶像這個東西 在圈內已經傳開了 圈內絕對知道優質偶像是誰 他一直飽受這樣的壓力 不敢發聲 誰問到的時候 他就回絕 他只要問到就尷尬 在2013年的時候突然 從來沒有看過的李敬蕾 他就跟你結婚了 你很大方開了記者會 這一切都是這樣操作的 你知道嗎 你至少你也做得漂亮一點的事 一開始拍到交往 牽手 在一起步入婚禮 你看周杰倫 周杰倫也是一樣 人家是天王中的天王 人家也是有一個過程 你既然沒有這個過程 你直接跳過 就直接變成結婚 那還好2012年白兔講說 他跟你才分手一個月 分手那一個月 他就放掉了你 那時候你告訴他什麼 你告訴他說 我有新的人了 我有新的約會 這句話到底是什麼意思 你是告訴人家說 你還沒有分手 不好意思 我愛上一個新的人了 所以不好意思 請你包容我 因為說真的 白兔如果當時沒有出來講的話 其實我也覺得 這可能是男生一貫的招數 怎麼說 就是說今天如果說 男生跟你交往的話 我是個大明星 你也知道說 我不能隨便公開 我如果有女朋友的話 我粉絲量可能就少 支持論文就少 同樣白兔他自己也是藝人 所以他自己是將心比心 他可能就是吞得下去 僅留在原地 但是這樣子就等於說 重放了王力宏在做這些事情 所以以上就是發生這樣 那麼多的事情就是 出負的問題是在王力宏身上 對 還有第二個就是說 李敬人說 爆出他有性成癮 後來自戀人格 我才是長期遭受到精神虐待 羞辱被你操控的那個人 就剛剛我講的 他的操控那個人什麼意思 就是他人也能八年 在2012年你遭記 2013年 李敬人竟然嫁給你 嫁給你之後 還要收到你的父親這樣說 你是黛玉彬婚 就表示黛玉彬婚這件事情 講白的 這件事情是你們兩夫妻的事情 父親會嚇那麼重的話 是為什麼 是不是你王力宏 遠揚 打給父親講這些東西 還是你故意的 叫爸爸講這些東西 我不知道 但是王老爹當時講的這段話 讓我們看的時候 真的是非常錯愕 你說你想孩子愛孩子 就是壞又生了三胎 那你講這個生的三胎 不就是因為你信誠以而造成的嗎 如果以上這樣講的話 照王老爹的說辭 到回來講 今天李敬蕾 他今天受到這樣子的虐待 這樣子的操控 那李敬蕾最後還幫他生了三胎 那不是因為愛你 包容你 我忍耐你 到底線 一直到前天我告訴你說 你三點之前一定要出來道歉 你不出來道歉不要緊 但你不要再亂發聲 就你亂發聲了 你講的這些東西 還說是不實的指控 那你說李敬蕾還忍下去嗎 所以李敬蕾就送你幾張圖片 你嚇到了吧 對 所以我們再來看下一張圖 因為昨天王力宏的發文 人家就覺得說 越看越嘆息 因為感覺你只是 讓人家看破你的手腳 你到底是不是找寫手 來幫你發文 因為昨天他這樣子的發文 一開始他也特別提到說 這個李敬蕾叫做西村美智子 當時認識的名字 但是你把人家的名字都寫錯 網友在那邊講說 你這八年的婚姻 到底有沒有用心 連這個村還是這個村 都可以打錯 還好在這邊你的人稱也很奇怪 我要向王爸爸 王媽媽道歉 為什麼不是說 我要向我的父母親道歉 你好像是第三人稱來稱 王爸爸 王媽媽 所以好像是在找這個寫手 來幫你代寫 還有再來 這個生產的照片 難道也是在恐懼之下拍的嗎 如果你這五年都是恐懼的話 那為什麼還可以生三胎呢 所以李敬蕾哥哥在那邊講說 難道是李敬蕾主動逼迫你 這樣子生三胎的嗎 這也很奇怪 還有另外這個hello stranger hello stranger 怎麼會是一種陌生人 翻譯為陌生人 這個是小編幫你翻錯了嗎 有人在那邊想說 那你這些年的歌詞 到底都怎麼寫的 所以種種的這種 好像漏洞百出的一個聲明 只是讓大家覺得說 對王力宏更加的失望 怎麼是這樣子 二十六年後 大家看清楚這樣的一個真相 而且其實在幾天前 微博上面就已經開始在流傳了 就是說李敬蕾的日本名字 是叫做西村美智子 然後還說 你搜尋這個哥倫比亞大學 你都找不到李敬蕾這個名字 是不是什麼學歷有假 還是什麼之類的 好像已經在開始動起網軍來 難道網軍 王力宏也要發動網軍來洗風向嗎 另外還有在這邊 你可以看到他在信箱裡面的分類 NYC 這是不是就坐實了李敬蕾講說 你要用這個地名來做分類信箱 難道是每個城市都有好朋友嗎 那其實這個之前 這個藝人王凱蒂 就是跟這個許春美 曾經大吵一架的這個王凱蒂 他在2013年的時候就說 這個西村美智子就是曾經 就有提到過這一件事情 那這兩天是不是 王力宏就開始用這個網軍嗎 還是說網路上面刻意在帶風向 當然可能不見得到網軍的程度 是不是一種黑操作 要把這個西村美智子 也就是這個李敬蕾 李敬蕾自己都講 他說那個是他小時候 而且爸爸不在身邊 後來他也不再用這個名字 你刻意講這個名字 刻意發在微博上 你是要做什麼樣的操作 是不是要帶動起 中日之間的仇恨 然後把仇恨轉到 這個李敬蕾身上呢 我們來問一下盛梅姐 其實大家有沒有發現 王力宏的第一個聲明 雖然是漏洞百出 昨天晚上的聲明 但是這個聲明當中 還是看得出很多的這個 炮火猛烈 包括就是剛剛提到的 他第一時間稱呼 李敬蕾是什麼 就是我們剛剛提到的 西村美智子 請問各位 兩個人其實現在離婚了 相互有很多的這個恩怨情仇 但是你為什麼就要在這麼重要的一個聲明當中 破題就講西村美智子這五個字 所以他這個聲明當中的這五個字 一丟出去之後你知道嗎 在中國大陸很多的粉絲罵翻了 你是刻意操作民族情節嗎 當然有些網友是自己的一些評論 但是你可以看得出來 這個是一個他留下伏筆的一個梗 為什麼這樣說呢 其實昨天晚上的這個王力宏的聲明當中 他最後有留下了一句話是說 針對李敬蕾這五千字的這個聲明內容 我會一一回覆 各位記得嗎 是 昨天晚上那個憤怒簡直是爆表 然後很多吃瓜的群眾就在期待 都不敢睡是不是 你到底想講什麼 那據我了解 他的確是想發動攻擊 而且攻擊的內容是針對了 的確西村美智子 也就是李敬蕾的原生家庭 我們都知道他是台日混血 爸爸是日本人 媽媽其實現在在台灣 那他的身世背景 其實過去一直很低調 大家知道的不多 知道最清楚是誰 就跟他八年生活的王力宏 不是嗎 但是各位有沒有發現一件事情 為什麼今天下午 這簡直是天壤之別 這不是轉180度 這是轉360度 這是轉一圈了 怎麼會左思右想之後 我決定暫時退出演藝圈 多陪陪父母 還有一件事你知道嗎 很多細節都在文字裡面 多陪陪靜影跟孩子 靜蕾 各位 博士昨天才稱他叫西村美智子 他今天變成靜蕾 對 那我幫大家解讀一下 據我知道 剛剛主持人提到沒有錯 這當中原先我相信 昨天的那一篇文章 他是準備好狙擊手了 所謂的狙擊手是 昨天大概下午到傍晚的時候 會很奇怪的 就是有一些訊息 其實早在幾年前大家就知道 可是為什麼在昨天傍晚的時候 他特別密集 他是大陸的媒體報導的 有關於李靜蕾的一些 包括他的出身 包括他原先是就叫七村美智子 包括他的學歷 各位記得嗎 昨天傍晚就開始傳了 那這些新聞就一再被台灣的媒體 而且那些媒體都不是一些 重要的主流媒體 看得出來都是一些 可能不是那麼強勢的 比較次要的媒體 你知道這是一種操作的方式嗎 你一下子在主流媒體上曝光的話 那個衝擊會很大 這是操作的方式 就一直丟一直丟一直丟 然後連我的 不論IG臉書都有一大堆的人 會上來只告訴你一件事 你就說去查李靜蕾的身世 你不覺得很毛骨悚然嗎 好 到中午還這樣 下午卻突然整個就變了翻盤 所以我相信 當然我們要解讀一下 我相信我們之前一直討論 王力宏的公關團隊都睡著了 你知道大家都沒睡 唯一睡的是王力宏的公關團隊 他怎麼突然醒了 但我相信從昨天到今天 應該是不同的團隊操作 而他昨天的這個聲明出去之後 實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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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說實在太可惡 因為裡面有很多的文字 攻擊的讓大家都覺得不可思議 因為惡評如潮 就我知道應該有人出手去勸阻了 你說是演藝圈的長輩嗎 也有可能 因為看不下去了 因為彼此在這樣子互思的話 其實對他們的三個孩子不公平 所以我們只能說 王力宏最後一場戰爭沒有發動 但是這個聲明是對的 可是你晚了60個小時才說對不起 那對大家來說 還是覺得你其實在這場 歌喉戰當中 其實是輸到完完全全 你沒有反擊的餘地 對 很多人今天看到王力宏的道歉 就說早知如此何必當初 你何必這幾十個小時 這樣子好像還要掙扎一下 把老爸爸都送出來 然後自己又這樣發個這個聲明 好像要跟人家宣戰 結果最後敗成這個樣子 就是因為昨天 他終於現身的這一篇的發文 真的是引起大家非常大的一個憤怒 原來很多人說 我才看清楚王力宏 原來王力宏真的滿刻薄的 很多網友是這種心得 對 其實說真的 王力宏的道歉信裡面 我看完以後 我第一個想到我誰你知道嗎 我想到陳冠希 為什麼想到陳冠希 很簡單 他講了一句話 我暫時退出演藝圈 暫時 我曾經有一個故事 陳冠希那時候營造的事件 出來之後 沒有 他三個月跑來台灣 跑來台灣幹嘛 開始發展台灣的事業 開了潮電 開了潮電還請記者 奇怪了 你不是退出演藝圈嗎 抱歉 我退出的是香港演藝圈 所以不是台灣演藝圈 不好意思 那你現在退出演藝圈 你是暫時退出哪裡 中國的演藝圈 還是台灣的演藝圈 還是中港的演藝圈 你沒有交代清楚 而且他就發在微博 他就發在微博 對 那其實發微博 你說暫時退出演藝圈 那我告訴你 你不用暫時 你現在目前是被封殺的狀態 你也接不到任何的案子 你不用去退出 人家就已經封殺你了 對 這句話其實就是白講 就是白講 我會建議你 不要參考陳冠希的東西 你應該要參考誰 吳玉森 吳玉森當時發生那個事情的時候 他就是鞠躬道歉 哭泣 跟老婆陪不是 在家裡就是好好的反省 一個多禮 你現在在隔離 你也可以這麼做 但你不這麼做 你每次發個文字稿 一點誠意都沒有 你真的有本事 就拍個視頻出來 拍個視頻 你就自己當面講話 自己跟自己講話很簡單 沒有人在看你 沒有人會提問 其實你最好台階下 就是這個時間的 你知道嗎 王力宏 你就只有這樣 現在這樣五天了 五天這個時間 你再不好好把握 你再來 接下來 你就是回家自我隔離 你出來面對媒體 出來面對媒體的時候 你不說話 不要緊 在七天後你出來 讀到你 你還是得這樣 對 可是我們台灣 是不是對於這些 犯過錯的藝人 真的是比較有包容 因為我們剛在廣告的時候 有聊在大陸被抓到吸毒的 在台灣也可以重新出來 再拍個電影 或者是說之前 就是在王力宏之前 大家所謂的大魔王 最近好像也要在跨年晚會 來復出了 所以是不是王力宏在台灣 如果消失一下下 大家還會再給他機會嗎 沈梅姐 我們不是常說 台灣最美的風景是人嗎 我一直覺得台灣民眾 或消費者或者是粉絲 對公眾人物不容性 的確是蠻強的 甚至於就剛剛各位提到 有一些人他犯了一些錯 不論是個人感情的問題 違法的問題 回到台灣之後 也有很好的發展空間 至於王力宏 我認為目前為止 應該是留校查看 不過剛剛我們提到 他的刻薄 我們正要提一下 大家總是搞不清楚 王力宏 李靖磊 既然都已經離婚 他們爭執的焦點在哪裡 因為王力宏昨天 已經一直抱怨說 李靖磊 不是你們想像的不要錢 他一開始也開口要8.8億台幣 我先幫大家把它換成新台幣 後來決定是6.6億 他又要什麼又要什麼 其實我們一般的庶民 都會覺得這個數字 其實看來你們也不缺錢 你們爭執的焦點在哪裡 在那棟房子 各位 無疆 因為李靖磊的認定 我覺得李靖磊是對的 因為他說這個6.6億 並不是贍養費 這就是認定的問題 這是我在嫁給你之後 我也有工作 因為我擔任你的經紀人 接了工作 這是我們兩個人共同賺的 我應得的 他本來就在我的名下 各位注意 李靖磊把英文的這些證據 都秀出來 意思是說這本來就在我的名下 所以我說在離婚之後 我沒有跟你要贍養費 這是事實 沒有錯 彼此的認定不同 但是柯伯的王力宏 我們之前都說他節儉 很省 好像是一種美德 但是你的節儉不能到最後 是對你身邊人的柯伯 我記得他過去常講 我都不會買名牌給我的小孩 我不會怎樣怎樣 但是他現在爭執的是什麼 王力宏的認定是覺得 從8.8億到6.6億都很多了 他會覺得對方 好像獅子大開口 各位 王力宏 如果身價只有5億 對方開個6億 感覺你無法負荷 可是連維基百科上都說 你身價是30億新台幣不是嗎 當然這是你們自己 雙方要去討論的 但是普羅大眾 普設價值來看起來 好像李靖磊並不過分 好 再來我們講到那個房子 其實王力宏真的是錢 因為王力宏就覺得 我為什麼要給你這個房子 但李靖磊認為這是應該的 因為我跟你的三個孩子 我們的三個孩子 都住在這個房子裡 你說借我住18年 你知道這是什麼意思嗎 這男人真的是 這男人就是房子我不會給你 住到18年 他們的小兒子現在3歲 18年之後也就成年了 這個房子我不會給你 我會給我的孩子 但這種感覺 李靖磊顯然他真的是什麼 是情分 是 是一種情分 你不愛我的腦子 愛我的子宮嗎 我說的現實一點 這哪個女人能接受 所以王力宏也不要難過說 好像大家都千夫所指 而是如果你覺得 你這幾分錢你都要苛扣 然後你都覺得這些錢 你不想給你身邊的 你孩子的母親 但是現在反觀過去 你省了那些錢 只讓大家覺得你這個人 跟你的公眾形象 好像落差好大 你不是認養了22個孤兒嗎 你不是都在做慈善事業嗎 原來一個優質偶像 是這麼計較錢的 先休息一下 廣告之後馬上回來